第九次就是十次讲这次的巴黎奥运, 想都没想过关我什么事, 我对比赛无兴趣,我又反对搞奥运, 但这次很不同, 就是引起了好多争议和好多事发生了, 有段时间都讲不完, 有些不方便讲,我想理懂的, 其实不出声没人说你啥, 长哥电影是要搏骂, 就因为这些没人讲, 有一些我很赞情,他们讲得很好, 但他们被人打压,他们被人滅声, 大家可能看不到, 我为了支持他们,为了表态, 我都要讲讲, 这次是关于宗教, 关于奥运和宗教, 本来这件事已经是没人记得了, 平息了,虽然越搞越大红, 但是罗马教庭忽然间发出声明, 又说遗憾, 这就再献起了, 那些人再讲了, 大家有没有兴趣听长哥怎样看呢, 好,其实这些事始终都是微言大意, 表面是这样, 但背后有很多事你懂得想懂得看, 就有值得反省, 对于我们做人, 对于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对于我们认识现在人类文明的危机, 我觉得都很重要, 我很开心见到卓飞在这, 除非是我很敬重的一位行家, 好,我们一起讲一讲先啦, 词所以说谱与不疑啊, 但 Fern山开心 这次我想讲的是一脈相情一条线下去, 搞出这件事是因为在10日前巴黎奥运开幕那些慶祝仪式上搞出个大头发, 很多人都看不过眼,有些人转台关机无眼看, 有些人看了就很愤怒,有些人觉得被污染了, 总之激气很意外,搞到奥委会就要跪下道歉, 又失去了不知多少,我估计都相当入肉的赞助费, 广告撤走了,教会和很多其他团体, 尤其是那些极右派那些,骂到七彩, 那整件事究竟是无辜的呢? 是否专专找东西来搞的呢? 我想就是说这一个仪式, 那天搞大龙奉那几个小时, 其中最引起争议的一个音乐, 是否模仿那幅画最后的晚餐呢? 如果是模仿,它是否有心讽刺呢? 那幅画和历史时迹, 即是耶稣那时发生的事有何关係呢? 如果那天的导演和那班演员, 拉起奥运会落水, 如果真的有心讽刺, 上帝耶稣会不会被冒犯了呢? 如果确实有心讽刺, 教徒会不会被冒犯了呢? 好了,以前教徒抗议, 他们这样抗议反映出, 我们现在叫做基督徒的人是怎样的呢? 这次教徒抗议, 显示了整个宗教, 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现在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基督徒宗教, 显示了甚麽呢? 有一位朋友说, 这句话我觉得很经典, 我看了之后, 帕兰首长, 他说, 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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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坦诚告诉世人, 勇敢拥抱荒谬罢, 因为这荒谬就是生存的唯一意义, 不是吧? 我们的世界搞成这样? 真的, 我们的世界就是搞成这样了, 我们从头讲起了, 就是那些人看不过眼的, 就是那个节目去到高潮的时候, 其中有一位歌手, 几乎是完全赤裸, 船身游蓝色, 他身后就有十几个变装皇后, 很夸张的姿势在这样跳, 并且在一条长条形的桌上, 一排这样坐, 正中间那个人, 头上还有一个光环这样的装饰, 那么多宗教都骂爆歌手, 说他不穿衫, 无廉恥, 侮辱了基督教, 法国主教会议即刻表示遗憾, 他一个一个认为这个节目是模仿 DVinci那幅画最后晚餐, 大家都知道了, 那幅画是DVinci在意大利, 是1149几年, 几年就创了一幅壁画出来, 根据基督教的传统讲法, 耶稣在受难之前, 他跟十二个门徒坐在一起, 吃了最后一顿饭, 听下这件事发生后, 最后法国最厉害的报纸, 《世界报》, 林宏怎么说呢, 他说最后晚餐那里人数是13人, 历史上, 这样证明巴黎开幕式的节目跟最后晚餐无关系, 因为那天演出的怎知13人, 他说那些人误解是因为舞台设计一张长台, 中间的人有一个代表光环的装饰品, 其实很多幅画以前都是这样画的, 他在桌上那次强气, 完全没有耶稣据说时喝的红酒, 没有面包那些东西, 如果你看那天的场景, 那些装饰那些, 譬如那个歌手, 全新蓝色那个, 他裸体, 他在胡桑, 他身上那些装饰, 花那些植物那些, 他身下面装饭了水果和鲜花托本, 所有表明就是他是希腊神画的酒神, 他现在不是扮耶稣那些, 他们不是扮耶稣那些, 而是扮希腊神画的酒神, 事实上在历史上在过去几百年, 很多人都画过这类画, 通常都是葡萄树, 葡萄酒,葡萄叶, 酒神大家说他是大自然的保护者, 生育力的保护者, 很多画家都画过, 这件事爆出来后, 总导演Thomas Jolly接受采访说, 我搞的是一个Olympus中神, 一起开大派对, 整班二教徒在奥林匹克山上做, 这跟巴黎这次有主题是紧构的, 因为酒神就是法国这条河, 巴黎这条河, 是河神的父亲, 所以这个开幕式节目讲的是众神宴, 就像Olympus山上那些男神女神都离齐了, 这个主题在过去几百年很多画家都常常画, 不论是男神女神都是非常奔放自然的状态, 有时都摆出淫荡的姿势, 这些其实都是表示大家happy, 那位总导演都说, 我想表达的就是与众同乐, 但是那些人就不收货, 长哥的粉丝一听到我这样讲, 就真是群情洶涌, 有一位就说, 我看到的就是坎布兰都是妖气冲天, 傲慢,莫视宗教, 推广变性同性, 完全无体育精神元素, 这个反映出巴黎堕落, 奥委会容许这些表演, 我只可以选择不看, 我表示很厌恶, 另外一位就说, 嬌横滥中, 不负责任, 你们这样搞这些事, 结果就是天下大乱, 民不聊生, 不要记得奥运会是世界性的运动会, 搞到只有巴黎没有运动, 圈奔夺主, 你们这样的前卫是自大自恋, 自我陶醉, 自我感觉良好, 他说这些对于家长来说, 最难接受的就是所谓宴会, 旁边而来的放荡欲欲淫舌的氛围, 不要忘记, 这个节目是全世界大人小的一家大小, 欢乐今宵过来的, 但是对观众所产生的感性效果, 完全是你们创作者预计的, 经过无数次彩排, 无可能有意外的, 你露弹露械的情节, 绝对不会有意外, 想做就要做, 这些多元的场面恐怕全世界 没有一个家长会接受的, 包括正常性别开放的人词, 他提到露弹露械, 但是大家都有公认是并没有发生过的, 是他们看错了, 现在不在这儿讲了, 另外一位我的网友就是说, 他说在这儿疑似, 你侮辱取笑其他宗教, 总之不应该搞对抗, 应该搞和谐, 但是幸好也有其他网友, 和谐和谐一齐看法相反的, 有一位就说, 为何我涉足呢? 致敬都可以的, 明显就是你这些观众的记动入场, 你这些观众歧视逆服女王, 当然觉得涉足, 问题真正是其事, 有人不高兴这些性别多元的人参与, 是这些人的问题, 他们萌失, 法国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 就是针对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敌人了, 然后营到香港的一些教会的圈子, 有一份刊物, 常国一直都很支持, 是好多很多年了, 创办之一是常国的好朋友, 现在交了棒, 这个就是时代论坛, 他就是刊登了一位 王国耀牧师的文章, 叫做《巴黎的成宴》, 王牧师是这样说的, 法国是浪漫的地方, 百花齐放, 多元并促, 奥运主品单位安排, 当然力求创新, 认为这是法国式的浪漫, 就好似那时文艺复兴的人民主义一样, 第二次创作, 只要你不是太偶教, 以为内容一含有性别多元化的元素, 立即反对反对反对, 我觉得这样玩是可以接受的, 你们基督徒不要太玻璃心, 不要又因为表演几酷, 就说他违反基督教的要义, 因为现代社会是多元并行的, 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那篇文章很长, 他的总结就是说, 升坚师就是出于西方社会走向右倾, 欧洲政坛和美国共和党的右派势力, 现在不断增强, 所以在经历了同志平反潮之后, 作为反同志力量的宗教团体民间组织, 一定要找机会踩一脚, 向这些多元性别的团体踩一脚, 一方面是泄分, 他们觉得这样才出力反同归正, 这是世代变迁, 亦是主再来前乱象重生的必然阶段和, 这份刊物《迟代论坛》登了这篇文后, 正反意见就很厉害, 有人就骂爆了, 他说黄牧师这一个多元文化这样说法, 你知是说你跟小孩说, 你的性别不是固定的, 现在是未确定的, 你可以变的, 跟青年人说, 你喜欢按自己的意愿随心做变症手术, 你跟女生说, 有些认为自己是女人的男人, 走入浴室看你的同体, 你不要出声, 跟女白龙运动员说, 你输给男性女运动员, 就不要说不公平, 快点黄牧师, 你快点跟女女讲, 讲这些东西, 你这篇简直不知所谓, 你怕世界右倾, 多过怕自己宗教被冒犯, 你这些牧者怎样, 一句就要包容上帝涉族的人, 一句就要包容一班所谓多元的人, 一句你把包容, 三句竟然出现在时代论坛的牧师口中, 现在已经是明目张胆, 将道德下限拉到低到无可以再低的时候, 连讲的勇气都无, 简直是欲足不可来, 另外一位就说, 我批评总导演Thomas Charlie, 因为选择性的尊重和选择性的冒犯, 会对社会有极大伤害, 你这样做, 与奥运的和平精神是相反的, 极度扭曲了奥运的多元性包容性, 结果只会造成更加大更加可怕的撕裂歧视仇恨, 很关注这个逆服女王演出的事件, 因为教会不可以被冒犯, 不是因为教会不可以被冒犯, 相反, 如果教会确实因为有逆服女王这些跳舞者演出被冒犯, 就等他们被冒犯到够了, 但如果是巴黎奥运艺术团体这么蠢, 蠢到要刻意嘲笑基督教, 就被他们嘲笑, 为何呢? 因为我深信基督信仰的上帝不可能被人玩弃弱, 当你感觉到被弃弱时, 觉得屈辱感到无犯, 他笑你玩你那个, 就自己以为他比你更加有智慧更加强大, 所以世俗的智慧强大, 总是难以忍受任何挑战, 所有人在他们面前, 只可以必功必敬, 为为乐乐, 战战兢兢, 不幸的是世俗宗教, 往往只是反映世俗的智慧, 世俗的强大, 但真正的智者是不会因为人那么蠢去搞弃弱, 而感觉到被冒犯, 同样, 真正的强者都不会因为弱者的嘲弄感觉到委屈, 基督信仰那位上帝不会小气, 他无可能被弃弱被冒犯, 因为宇宙无一种力量可以威胁他, 如果基督教会和信众, 因为那么多人在弃弱, 就感到被冒犯呢? 他们的信仰和世俗宗教有什么分别? 也有朋友比较开放地看, 他说巴黎是艺术之道, 巴黎的艺术是人都知道很前卫, 很颠覆性, 只有巴黎知道为何丑陋, 为何扭曲, 为何威胁, 他可以回应挑战这个时代的美感, 对称神圣, 只有巴黎可以不怕法国大革命的血腥, 在血染的固跡那里, 拿着玛丽皇后的头颅, 在重金属音乐之中偏偏起舞, 只有巴黎可以坦诚告诉世人, 勇敢去拥抱荒谬, 因为荒谬现在正是生存的唯一意义, 不是说教会因为这样就什么都听不到, 不是这样的意思, 教会不需要这样, 就是什么都不去听的, 那即是怎样呢, 世俗对基督教信仰在玩你们, 在笑你们, 不是等于说教会是视而不见的, 和鱼鱼转进去自己的沙堆里面, 而是你又你骂, 你又你笑, 你们去神圣化, 教会依然不屈不骂, 好像运动员那样, 坚定奔跑十字架的道路, 继续宣扬十字架的欢容, 这些文章, 刚才我讲黄牧师那些文章发表后, 收到很强烈的信徒反应, IG留言一面倒不同意, 有些人质疑就说, 《时代论坛》是混淆了冒犯和不写实的意思, 他说你画一幅画不写实, 包括长台、短台、天气、食物那样, 不会令人感到冒犯, 甚至你说耶稣拿着手机在用, 一般的基督徒都不会觉得冒犯, 什么令人感到冒犯呢? 我举例, 有幅画用了宗教背景, 去描述宗教矛盾的东西, 譬如, 或最后晚餐, 就说耶稣和十二只魔鬼聚餐, 或者十二个无衣穿的男人聚餐, 就被冒犯了, 所以这次巴黎奥运这种妖魔还行, 同样是冒犯, 是有分轻重, 我很喜欢有一位朋友, 他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李汉董沙玛利亚人故事吗? 他是冒犀, 他这篇文章, 我觉得宅地有声, 所以我重点跟大家分享, 他说上星期炒到大家圈瓜槽币, 是全世界在讲的奥运名画争议, 本来都收声了, 大家都不记得了, 前日, 樊帝刚才突然间睡觉, 就发了个声明, 就说, 教廷对于巴黎奥运开幕礼, 其中有一些场面感到很难过, 对于很多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徒, 所受到的冒犯, 表示遗憾, Kelvin你好, 多谢你收看, 我现在的听众越来越高班, 我很开心, 他们会来这儿, 听详长歌在这儿乱说, 这个声明, 杀有介事这样提到, 别的宗教信徒也都被冒犯了, 先见识宗教信徒, 是否古希腊的走神信徒, 也都感觉到冒犯, 是要难过吗, 那场表演好不看呢, 见仁见智, 大家审美观点不同, 那个不穿衣服的蓝色走神, 那位大叔在那儿献唱, 可能好像我那样, 就觉得没什麽意思, 他自己后来猛说, 他那麽辛苦写了一篇东西, 向古希腊传统致经, 根本就是笑话, 不过你都不喜欢是一件事, 有无冒犯宗教是另一件事, 不能混为一谈, 如果你无宗教信仰, 你的性格很保守, 觉得那个蓝色的露体蓝, 污染你对眼, 我都还觉得, 算了, 无犯是几分道理, 那位大叔是个直男来的, 不是多元性取向的人,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说无犯, 就麻烦你真是值得想清楚, 什麽叫无犯咯, 怎麽讲呢, 最后晚餐一直这幅画, 那件事一直有人模仿, 过去千多年画了无数不同版本, 怎麽人家做就无问题, 变了皇后做同一件事, 就教徒厚诛不罚, 教会那麽兴, 究竟是冒犯还是不是冒犯呢, 重点不是谁去模仿, 是模仿过程中, 有无侮辱,有无嘲笑, 我看了个表演, 听个表演者接受访问, 完全没有感觉到有恶意, 如果教廷认为冒犯原因, 跟那个表演无关係, 而仅仅在于模仿者是变庄皇后, 即是说第二个在玩就行, 你找个变庄皇后来坐中间才有问题, 因为变庄皇后是社会上边缘社群, 或者有问题的一群, 所以无资格去演绎耶稣基督和门徒, 我反而认为有问题的是梵帝纲, 相信任何人看过《新日圣经》, 都会留意到耶稣最关心哪些人, 最保护哪些人, 就是社会边缘人, 被视为堕落, 受了鄙视一群, 不论是妓女,淫妇,残折, 异族,碎吏, 这些人在那时社会, 都是犯中憎, 全世界都看不起他们, 踩他们, 当他们无赌, 耶稣是特意去爱护他们, 是反主流的, 从来无将他们排斥在天主的恩宠之外, 如果你还未搞清楚, 或者你还未读过圣经, 现在是时候再去看一看那个故事, 耶稣所讲的有一个故事, 就是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这故事有教徒听过, 话说有一个律法师, 就走来试探耶稣, 老师我要做些甚麽才能得到永生呢? 耶稣回答他, 就是说, 律法上写什麽? 你怎麽理解? 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你又要爱人, 爱伦人如己, 即是说你旁边的人你要非常爱他, 耶稣回答, 耶稣说你答得很对, 你这麽做就会得到永生了, 怎知这一个律法师, 或者证明自己有道理, 竟然问耶稣, 谁是我的轮舍呢? 因为他刚才回答就是说, 要爱旁边的人好像自己一样, 耶稣就无答他, 只是讲了个故事, 耶稣就说, 有个人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那里, 怎知被那些贼捉了, 他们脱了他的衣服, 打脱到他半死, 打脱到他半死, 这人很惨, 某然有一个祭司刚刚走过, 见到他找路走了, 又有一个利美人来到那里, 见到他, 又是假看不到, 闪了, 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经过那里, 就有慈悲心, 走上去, 用油, 用酒, 倒到他的伤口那里, 和他包扎伤口, 扶他, 騎上去自己的伤口那里, 带他去旅店, 去照顾他, 第二天, 这个人还拿了两个银币出来交给店主, 就说, 请你照顾他, 压外费用, 我回来会还给你, 耶稣就问,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那个不幸的受害者的隔离链舍呢? 答案就是, 在连任他一个咯, 耶稣就说, 那你这样做咯, 你明不明为何耶稣要讲这样的一个预言呢? 多数人听到这个故事, 都只是以为耶稣是鼓励大家去念人家, 乐善好诗, 就往往忽略了整个故事最核心, 最负心意的元素, 耶稣为何要选择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做主角呢? 香港不是有撒玛利亚会吗? 就在这里, 圣经这个主角, 耶稣选了撒玛利亚人, 他正正要挑战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他只想打散了他来听到那些人的成见, 不用说了, 他这样做, 虚强哥现在这样, 得罪很多人, 我们经常搞错, 现在我们这个世代, 听到撒玛利亚人就说, 以为他们形象光明的善心人, 但耶稣当时的听众听到刚刚相反, 故事里面作为陪传登场的祭司和利弥仁, 才是当时的听众, 每个心目中的善人, 权威, 智者, 正义的人, 而撒玛利亚人就是因为历史因素, 文化宗教的差异, 长期跟犹太人互相鄙视, 甚至仇视。 公元前八世纪, 即耶稣未出世之前的八百年, 亚述人征服了北国以色列, 就是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的首都就是撒玛利亚, 亚述人征服了他们, 引入了大批外邦人, 跟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 就改变了他们的宗教和风俗, 增加了很多异教的色彩, 由当时开始,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渐渐变成以色列的旁知, 犹太人当他们是外邦人异教徒, 总之一句都说了, 撒玛利亚人就是当时耶稣的听众, 最踩的人, 最看不起的, 最仇视的人, 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历史的背景, 就知道了, 当耶稣专专用撒玛利亚人, 做善良的主角, 就被大家所崇拜的祭司和利美人, 就被他们扮演冷漠无情的反派的时候, 其实这个寇司是很大胆, 当时的听众一定是非常被冒犯, 觉得很难过, 但耶稣为何要挑拨他们呢? 为何要冒犯他们呢? 当然, 耶稣不是为了挑拨而挑拨, 只是为了透过这个故事, 讲一个很多人都不明白的道理, 就是被主流社会当做异尊的人, 堕落的人, 非我族类的人, 一样可以展示出崇高的品德, 一样有资格将那些高高在上, 致命正义的权威比下去, 因为重点不是在于他们什么人, 什么背景, 而是他们实际做了什么, 既然那时全世界都鄙视的撒玛利亚人, 都可以演绎耶稣的故事, 为何今日的变座皇后, 便不可以模仿最后晚餐呢? 为何那场戏即使是重演最后晚餐, 不可以找一些大家最鄙视的人去演出呢? 我们现在鄙视的人就是非我族类那些, 即我们觉得做不道德的职业那些, 没钱那些,睡街那些,劏房那些, 所以其实讲到尾, 诚哥觉得有问题的, 根本就是教庭和很多基督宗教的团体, 他们大声疾呼, 冒犯他们的宗教, 我开始未解释, 没什么犯,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耶稣做了什么, 尤其是天主教会, 在教宗领导之下, 竟然会发出这样的声明, 我觉得如果我是天主教徒, 我肯定会觉得很羞恥, 为何如此谋识? 你们作为耶稣基督的代表, 为何这么不了解耶稣呢? 有什么可能? 第一就是究竟谁冒犯你? 为何你看人家演出一幕疑似《最后晚餐》的戏, 就是冒犯你? 很多人都指出过, 常说都提过, 根本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那幅《最后晚餐》, 教会是不收货的, 你何时见到在教堂里面, 他们专专拿那幅画, 或者他们专专找人, 即教会阴定的, 他演出这场戏, 好像那里那样, 没有的, 还有很明显, 就是那时候, 那个画家就天马行空, 在这儿乱作, 根据历史记录, 根本他们无可能坐在一张长台, 好像拍电视那样, 面对镜头在那做戏, 根本就不是这样, 那张台是三角形, 大家是向着中间, 不是三角形, 是一个三角的U字形, 这样的形, 就是他们不是坐在一张椅上, 他们是趴在那, 斜斜地, 枕桌都不是水平, 是斜的, 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不会看着镜头, 他们就会看着中间, 你看到我, 我看到你, 个个都看到耶稣, 作为主持, 根本如果要秋后算账, 周远池才是冒犯了教会, 是乱作, 无数人都是这样, 各自各演绎, 有什么问题呢, 有人说, 不是不是不是, 问题是他噁心, 不靓, 靓就可以了, 是不是真的呢, 你说不靓, 是不是很主观呢, 很多人都说他们很噁心, 你从什么角度, 你有什么审美观念, 就是什么咯, 音乐是一样, 很多人都顶不住吵吵闭的譬如, 就是重金属音乐, heavy metal, 但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地位, 他们有他们的成绩, 很多很多东西, 他初出来的时候, 都是精誓适俗, 大家都有闹到七彩, 不用说什么, 巴黎铁塔已经是, 初在巴黎铁塔的时候, 几多人不接受, 现在我们在香港很多建筑物, 大家都不接受, 不符合我们的审美眼光, 但在历史上, 有这么多画家, 我想包括达vinci自己都是这样, 他在这时, 有很多人觉得他走得太前, 尤其是巴黎, 巴黎出了多少走到极前线的, 智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 巴黎就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敢反潮流,领导潮流,爆新东西, 这才是巴黎, 这次刚好, 阿迪神说, 英俊不会非礼人, 只有丑男不生才会非礼人, 是不是阿迪神? 你是不是有什么数据可以调查, 可以告诉我, 我想大家都不同意, 是吧? 好, 讲到这里, 其实审美观念是一个文明一路转变, 巴黎即法国首都, 长期都是领导潮流, 如果不是有人创新, 文明就无进步, 这次奥运会, 他们够胆做一些非常反传统的事, 有够胆笑自己, 如果这次有讽刺, 有冒犯, 正正就是他讽刺自己, 冒犯自己, 我想大家都知道, 幽默感最高的境界, 就是笑自己, 不是笑人, 这次巴黎一路是, 你看不看到的, 很多人都指出过, 笑这样笑那样, 都是笑自己的, 他们在那玩, 在那癫, 是表示出, 大家一起开心, 自觉精彩, 你说他散修修, 肯尼斯说, 贝月明在罗浮宫那里, 整个这样的自探, 这一个是超前卫建筑, 不好意思, 祥哥今天都未接受, 我都觉得格格不相入, 不要紧要的, 巴黎人接受到他, 关关什么事, 我觉得我审理观念不是这样, 没问题的, 我尊重, 我敬佩他这样做, 就是这样, 所以说到尾, 我自己看法就是, 首先巴黎开幕式那场, 是否模仿最后晚餐, 有人说是, 有人说不是, 不重要, 模仿那幅画, 那幅画都不是这样, 但他说明是模仿走神, 在古希腊那时, 几千年前的场面, 这个才是奥运会的初心, 因为在希腊的背景, 在他的传统, 那时是多神的, 那时他们不断疯, 可以开心, 最后晚餐和历史时期有什么关係呢, 刚才我说, 就是说, 根本大家各自用自己想像力, 去画那时的情景, 和历史相差十万九千里, 如果认真你就输了, 教会竟然蠢到, 就是说大家都要相信, 周边渠那个才是正版, 他们正枪迷坐, 面对镜头, 一字形排开张墙台, 根本真是很无知, 和心胸是很厌异, 所以现在人都会讲, 不是好像某些宗教那样, 真那个神是无可能被冒犯, 如果有个神会觉得人家不听他讲, 就生气, 被冒犯的就生气, 不好意思, 这个神不值得我们理他, 如果有教徒会觉得被冒犯, 不好意思, 现在很多人都指出, 他们不了解耶稣, 他们是玻璃心, 总之人家讲什么都觉得是针对冲着自己而来, 现在你看到, 这个口是一个照妖镜, 哪一个有容量, 哪一个真是了解基督精神, 哪一个是那种这样的, 长哥都说, 如果这些是基督徒, 不要用我那份那些, 最令长哥惊奇和失望的就是, 罗马教廷都出声, 个别的天主教主教团, 听说法国第一个, 还有很多个国家的主教团出声在抗议, 我觉得都很离谱, 但是由教中领导的凡帝刚中央去表示遗陷, 我觉得很值得追随耶稣的人遗陷, 这次有教徒去抗议, 这次就只是显示教会真是很大问题, 整个基督宗教教会是很大问题, 还有现在主流给他们霸住, 那个基督宗教真是很多很多问题, 如果不是我今次都不会特意又讲了那么长气, 讲了那么多东西, 还未完的,过了两天就闭幕了, 闭幕时我们盖棺论定, 我们再检讨一下, 在这个世运会这么不平凡的一次胜会,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开悟,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各书几件, 留言我都说我是搏鸟, 我当然不会適合, Dickson说教宗不出声又好像很难落台, 这个政治角度是,意思就是教宗是身不由己, 我失望现在这个教宗, 如果前几个算了, 预料是这样, 自从约翰保禄到现在, 自从约翰23岁到现在, 教会真是无眼看了, 我讲的教庭, 现在有个似仰一些,似正一些的教宗, 都是这样, 我几相信不是他想的, 是他坐那个位, 就要平衡那么多的利益, 甚至是被人把持住, 不说不行, 迟到好过无套,终于就出声, 所以长哥这次才提出来谈, 好,我们一起跟全世界的修行人, 包括基督宗教的朋友, 所有跟随耶稣的朋友, 一起静一阵, 我们重新拼回自己和上天的联结, 他们说最好的祈祷只有两个字, 就是thank you, 多谢, 感恩, 我很欣赏巴黎当局, 这么有创意, 这么大胆, 可以搞出这一段, 这么争议性的声媒, 好, 这样有人接播, 总导演Thomas Sarney, 他领导的一班设计师, 演员, 艺人等等, 真是砌出一个创造历史, 即是千古歌颂的巴黎奥运会, 很感恩, 在我们当中, 虽然很多都走了, 虽然很多都离开了我们, 虽然很多都收了声, 还有人, 好像我刚才提到的黄牧师, 和希泉等等, 都是仗义侦然, 够胆讲一些很有高含金量, 又很正气的言论, 啟發我们, 令我们在这样的条件下, 继续开悟, 多谢各位, 这次又谈了一个小时, 快点告诉我听, 你怎样想, 个人的看法都不同, 不要紧, 想要大家拿自己的看法出来说, 我们一起比较, 一起进步, 在爱之中,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